最高兴的警察的工作呢 你就把他给死掉 专心来做生意 如果你来帮我 这样我也比较切瘦了 谢谢伯父 这些事情我可以看看 好好好 小姐 小姐 这些房间不是两厅 就打扫一次 怎么这么乱 都是酒味 小姐 我先借我们书业一下 小姐 少爷 少爷 我请原来帮你打扫了 怎么会是他 怎么会这么巧 竟然是那个没礼貌 人格分裂患者 房头 我妈呢 我来解释 我妈 是我朋友的妈妈 她就是朋友书丑 书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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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 等一下快点掃一掃 后来就出去 不要吵我 枉费他这么帅 家事又好 结果 原来只是一个不用礼貌的摆架子 毛小姐 抱歉 我们上月 他喝醉了 他看起来 真的喝多了 他是不是心情不好 我们少爷有他的苦衷了 反正 你不要问这么多 就是 赶快把里面打扫完 让我们少爷休息 不要吵他 这样就好了 好 我先带你去 可以认识环境 我们的工具 都放在阳台 还有阳台在那里 来 你跟我来 那厕所 你要记得打扫啊 没问题 如果你打扫完 就能直接离开关门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少爷 这样我先去划定开门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再打电话 吩咐我 好了 王小姐 这里就先麻烦你 我先离开 谢谢 好 等一下 那一幅画 你不准刨 这上面都是灰尘的 这是我的秀 反正这幅画 我不准你刨 好了 我知道了 这个孩子是什么背景 为什么 现在 黑衣人出现过的什么店 他在小巷子里 出手救我 甚至现在 又只有我刚好 跑来替国妈代班 在证明他的身份之前 我不能不提防他 所以我再次准备 它们有点 就准备了 但是不要再发现 我需要 一步 再次变成 那是 要放在锅中 那就是 一步 一步 吼气这么大还会胖了吗 能死你帅 连睡觉也要把画框抱着 看来这幅画对他一定很重要 这个少爷虽然个性古怪又奇春 但是认真看他真的长得很英俊 算了 就当作我做好事建议的人美心跟美 到底整理好了没有 你在做什么 不是啦 刚才我看你 我就快出去 好心理好不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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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